我們要求原來和同遊學優勢 雙非兒童引發的中港矛盾 由奶粉和醫院床位蔓延到幼稚園學位 大約200名香港本地家長 10月6日星期日在粉嶺遊行 不滿近日有大量來自中國的雙非兒童 湧到香港新界北區多間幼稚園排隊搬入學申請表 香港家長說大批中國雙非兒童 暴讀香港幼稚園削弱了香港幼稚園的就學權利 雖然教育局再三強調 香港有足夠的幼稚園學額應付香港學童的需求 香港家長始終不放心 在校方派表前幾天排隊拿表 去年也不會那麼厲害 去年是凌晨才去排隊 不是前幾天已經準備要排隊 所以令到我們的小朋友 因為下年是最多人生的 所以下年的學位是最緊張的 因為我其實都是報回家附近 我一到街就只是不見頭 我只見到尾 我就去排隊 但是我站了很久 尾永遠我站那裡就是站那裡 都沒有動過 我也不知道做甚麼事 排隊那些是甚麼人 本地人還是 全部都是講國語人 外地人 內地人 參加遊行的 除了來自北區的家長之外 還有來自新界其他地方的家長 我們是在屯門那邊過來的 雖然我想屯門那邊就 影響沒有那麼大 但是我覺得已經逼得近身了 所以過來希望表達一下我們的訴求 因為最近聽到吳克健說那些東西 都好像有點廢 因為他說的是總共的一個數字 是全香港分 但是又沒有說北區那些 那些數量 特別在北區的數量那裡 所以我就覺得很反感 今年就已經是見到北區是這麼嚴重 其實我不排除他們會向大埔區 或者沙田那邊去發展下來 所以即使我是住大埔 我都要為北區的媽媽去加油 我跟他們 強烈要求園區學童入學優先 遊行隊伍在上午11時15分左右 由粉嶺港鐵站 遊行到北區政府合處 要求教育局 為香港學童設立幼稚園統一派位機制 保障香港學童在園區就讀幼稚園 以及到絕排隊黨 因為教育局他們不肯找人出來接訊 教育局今天沒有派代表接訊 只是由北區民政事務處派代表接收 搬香港家長之後和平散去 但是隨著為數最少十多萬的 雙非兒童成長 可以預見雙非兒童對香港社會之餘的衝擊 在未來的日子只會進一部家劇 獨立新聞傳訊記者盧紫陽分寧報導